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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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頭鮮開會 啊 大五香 太好料了這種東西 這有蟬類日月貝 哇 這一光看得舒服啊 這是一個島嶼喔 聽說這裡海鮮也很多喔 越南陸海林島 對了 我已經衝了 北海北感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一路... 看到了藍山藍嗎 我們準備從北海北一路走到藍山藍 對 坐海裡跳 這裡的話可以 天氣真好的 一直以為我們已經開始塞層皮了 來到廣東不塞層皮就不想來到廣東 我們現在來到了海林島 有沒有 這邊屬於廣東啦 我們已經從北海跳到了廣東 這邊是屬於廣東的江陽市的海林島 哇 這個碼頭夠力了 從山的這一邊到另外一邊 我們來看一下海林島今天 有什麼收穫吧 有沒有什麼海鮮 哇 十八指不是在賣刀嗎 為什麼說十八指賣海鮮 到十八指打豆腐 所以洋湯的十八指到什麼意思 這個大廳小伙伴 我們跟補一下 還下午三點多 都是人 太熱鬧了這地方 這給外觀賞你的花買喔 這給外觀賞你的花買喔 欸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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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了 蠻頭蟹開會了 這我是一杯 這我來買的 那跟我們台灣的不一樣喔 這好吃 有喔 餐廉吃的對 你看到內地搞好 一搞一搞一搞 這怎麼辦 35塊一斤 這看看喔 35塊一斤 35塊 有30塊一斤 牛肝 這殼很重 吃了也是八歲 性價比三巨頭 我都被拔贊了 還拔贊 還拔贊 很頂藤湖喔 吃了它 太鬆了 70個 那我弄過龍蝦 龍山 這這傢伙 這這這年 這這這幾個 小的這這這家 嗯 沒有購買啊 不賣啊 那你要拿個40塊 這個三成骨 這個好吃 好一點啊 找不了啊 沒有沒有 那個一本都會少的 活的龍山 一兩百三落 一兩百三落 我看你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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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游泳的 他到底這麼好香 多少錢啊這個 85塊一間 這他們超多人的 很像 我今天就在想說 幫我拿快醒一醒 我可以睡 睡著就起不來了 哇 新鮮上岸 小館 超大 多少老 好可惜 這邊的沙毛都是全民睡的 88 這個一個刺有巨的 88 第三毒的一樣 威處理不要快 好多條塔 這個豪爐有一件就 他前面把刺 這邊有一排刺 那邊說比我們厲害的 然後來的窩 槍槍 對啊 槍槍 會打槍窩 會打公斤嗎 比較運氣 你看他的 身上這個畫文好漂亮 對啊 這個怎麼踩他 他腳趾他的殼都不會爆 超級堅定的 運氣耶 沒肉吃耶 欸 市場發現了一個寶貝 鵝包蝶 香港蝶 來這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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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塊 對 前面那個十五塊 三七塊 三七塊 二七 十五塊 有了 這有了 這怎麼可以問 這怎麼賣啊 這個 這十五 十四五 還是他手心 不傷了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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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一點啊 啊 便利一點 二十五營養平 二十五 還沒有 十八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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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塊 十六塊 還有嗎 還有還有 漂亮 還先殺手吃力了 小姑娘可以去哪裡 好大的 70塊可以嗎 謝謝啊 好大的老闆 一斤就夠了 七七八塊 好 八粒啊 他們都賣給你啊 這個有黃的 那你也是有黃的 這個大雞大哥你看 那九十八塊 一樣的 一百塊 再看看 那這裡還是虧了 老闆一百塊還要賣還是虧了 我喜歡你的 我自己挑一下 自己挑一下吧 有的沒高的 全部都是小嘎 我自己挑一下吧 我自己挑一下吧 好不好 我自己挑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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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你就挑了 我換你挑了 廢楼呢 廢楼二十塊 這個你三廢楼 小個的十五塊啊 沒有十五塊的 十五塊多買一點嗎 十五塊多買一點嗎 十八塊 十八塊 十五塊多買一點 十八塊 十八塊 十八塊多買一點嗎 來兩千嗎 還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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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到處來吧 不要到處來吧 沒有水了 對 要不要兩千多一點 倒不夠了 看能到處多倒兩的水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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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是幹賣家 水水水 這個是最好吃的 鑽奶油 哇 真好料 蝡狗對蝦 這個都死掉了 你看這個顏色 沒事的 很多都死掉了 少一點的 買這個剛剛死掉 應該死掉價格差很多 這差了三十塊 那我買和的吧 一萬我再挑一下 你小心不夠秤了老闆 不要耍教情 坐在這裡抓 抓大腳一點的 說真的是沒有個條的 你挑一個可以 我再來我再來我再來 我再來我再來 我再來我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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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再拉拿大隻的兩隻 好嗎 小條的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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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兩隻兩隻 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來 過來兩隻來 給我找這個 还要很多汤 还要很多汤 不用汤 是不是不用汤 是不是不用汤 10亿的 10亿的 这么大值得买汤 18亿 这个小的130亿 多小 好 看嘛 DMD 太大錢了 可不可以叫大的 要啊 說說可以 我幫你 要大了就好 53塊 好 要不要幫你殺 殺一下 50塊可不可以啊 50塊啦 50哈 不要賺3塊錢 這個魷魚怎麼賣啊 這個50 啊這個呢 這個15塊 這個好吃啊 這樣就對了 穿子嗎 這衣服怎麼賣啊 這個啊 這個15塊 15塊 15塊錢了 15塊錢 15塊錢過來 哦 這個辣湯非常好料 尖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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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香了 他自己沒有幫我拿 我沒有幫他拿 我現在看這個四點辣湯 多少錢 這煮湯很好料啊 謝謝 是不是啊 那肚子裡面那個油很香 這怎麼賣啊 這個S5 20哎 那S5 20來一條 這鞋子來兩條 拿一匹 這個不是日本金線哦 這不一樣哦 太漂亮了 快出來啊 看到沒有啊 這個哪裡 這個問你補補 直接裝破了 裝破了兩個袋子 75 你幫我殺一下好不好 好吧 東西了 好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啊 這個魚丸啊 啊 剛剛打了 趕快先打了 太新鮮了 很新鮮的 太新鮮了這個 他這是放凌網的是不是啊 還是釣的 新鮮的 是碗的哦 啊 新鮮 哈囉 嗨 哈囉 大家好 三百 我又回來了齁 我們今天下午 分擾在洋江的 海陵島 哇 那個 東方市場 大殺是王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海陵島的市場 在買到什麼 買到了一些 超新鮮的 好像金線魚 啊 這個就有別於 我們從廈門看到的 市場上面的那個 日本金線魚 有沒有 他的那個 身上呢 這邊沒有那個條條紋 哇 尾巴呢 也沒有那麼長的 金線魚 感覺看起來 會沒那麼好看 那他也是金線魚哥的 還有旁邊的那個 豆豉蠻 當然了 但是不是土龍嗎 他只是豆豉蠻 而且價格算了給你 這東西 兩條12塊 兩條12塊 重點來講 兩條才12塊 三倍幾的 生蠔有沒有 嗚 這真好 大得誇張了吧 一個生蠔肉 幾老啊 兩三老啊 應該快三老 還有這個 你如果有去馬來西亞 或者哪裡有的話 他們賣的那個 老虎蠻 老虎蠻就是這種店 比GDR同一個size 感覺還是便宜很多 只不過我看一下 捏了一下 感覺沒有很飽滿 為什麼你看 蝦其實跟蟹一樣 捏去那些小空殼的味道 看到沒有 所以這樣的蝦並不會很保濕 然後這個就是 我剛剛吃的那種 大鹽海鹽的魚丸 這個魚直接吃 很不好吃 但是打成了魚丸的話 味道是相當的鮮明的 這一盤是啥呢 叫做蠻黏的 在它的身上還是 隱隱約約的看得到文路的 買的時候都是活的 現在已經稍微進入市江區了 這玩意外呢 我們台灣海峽的日月貝 它的個體通常都不大 我知道蠻類日月貝 這東西基本上 產我們國家的南海 有管西啊 海南啊 廣東就沒有 廣東會產我們 那個台灣海峽的日月貝 然後以及馬來西亞 印尼啊 菲律賓啊 泰國都有這碗日 日月貝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介紹了無數次的 它因為它細嫩的幾乎 被大家所所知 我們在處理的日月貝 日月貝很簡單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下面比較幅度 上面基本上是比較扁平的 所以我們一般開日月貝 我們上面開始開 一白開 然後我們你看 它是有在尋邊的 不就是要洗 但是我們今天準備怎麼樣 打火鍋 被殼髒啊 裡面很多你看到沒有 日月被它展開明沙的聚集地 我們挖出來這個貝殼 如果半天後再去使用它的話 千萬一定要帶著它的職業去保存它 這是小隻時候 然後我們這邊來處理我們的 金線魚 因為我們今天金線魚比較大隻 所以我們準備給它乾煎 這種金線魚它的肉質非常適合乾煎 它很細嫩的 而且很清甜 你真的有沒有看到油紙 有看到了 先給它做個鹽鹽的動作 我們差點別忘了 我們今天來的地方叫楊漿 最早廣東這邊有個植物叫做一葉城 也是從楊漿流傳出來的 反而是說是當初 我們台灣省的楊植木 來楊漿這邊楊 然後把他們那邊的一葉乾的方法 帶到了楊漿 所以楊漿這邊的人民學習了這個一葉城 然後慢慢就演變成了一個一葉城的習慣 當然我們今天就沒辦法做一葉城了 因為今晚來不及 我們給它稍微切一些 然後開箭實 喔 開始做菜的部分 好 這樣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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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這樣撕下去 這樣撕下去 把它切到四四的再下去 好 比較擺了 怎麼樣 肉比較漂亮 全部讓油紙下去 這樣撕下去 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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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要撕下去 這樣子 像我們的DAN HOME 一跳 這樣 好 開始 好 蝦的太多了 可以用滷水嗎 我燒開這裡面的水 拿濃湯來看火鍋是不可能的 肯定要去煮一下 淡一點 不然太多力了 下面再燉我們的鰻魚有沒有 然後用這個蒸氣滾蝦 蝦之後再滴下去 要撞一下 要撞一下 不是硬直接出來的 都是烤湯 噢呦 分子就可以煮了是吧 紮過分子的蝦 煮熟的會比沒紮的會更緊實 很多 這麼湯 給力了吧 這是下午的海蓮的丸子 現打的 真的現打的 新的鹽這個地 來攪一下為什麼呢 我怕下面東西太多了 會太大力 玩不下去可能會上 超軟的這個 超軟的這個 各種 喔是黑香腸 黑鳥子 我滾到再撈吧 嗯 然後倒上我們的味精跟鹽巴 這是我們的扇貝水 稍微拿一下 加了料 它才不會變 不加料它才會變 你看 也會變的 哇Q啊 會酸嗎 會有那種海蓮的酸味嗎 會有三隻肉 很奇怪 那隻肉跟鰻 吃點豆腐啊 一點反而感覺都沒有 糖不吃很好吃 也不難吃 可竟加了台客吃客氣候更好吃 像一部豆腐跟豆泡的中和餅 對 挺奇怪啊 哇 好辣喔 洋漿的火鍋一彎 各種奇奇怪怪的飯吃 啊 我的沾醬很好吃 魚肉很足喔 好 哇 好吃 來 大的 哎呀好小的蝦子啊 也就我這個飯就鎖吧 這就鎖吧 這就鎖吧 好酷喔 你怎麼這碗南走後 感覺海鮮的size就變大了 蝦菇也變大了 蝦也變大了 蝦也變大了 幾頭 小幾頭而已 真的很吃肉 這就是 一個人一碗沾醬的好處 喔 大五蝦 哇 好酷 東坡 雞蝦 哇這糕啊 哇這糕真的是丁啊 這蝦還是適合做調味 沒那麼鮮瑞 舒服 相當可以 那這個蝦應該快多了 所以大家殼就會很發育 觀眾不能 舒服嗎 沾的這好吃啦 沒沾這就加鼻鼻 這扎的筷子的蝦真的是比較紮實 是真的 啊 這彈幕可以刷起來了 把它往台出去 沒什麼做這樣 我覺得這地方喔 好歹大大的還有鮮味 好歹不錯 這是我們剛剛醃了大概兩個小時的 那種鹽花都出來了齁 水也出來了 再給它清洗一下 再給它殺乾 哇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 看到菜市場就是剛好色開的有沒有 色開有什麼好處呢 把沒有開到的那邊先貼在那邊煎嘛 哇有開的那邊 待會我現在來放點鐘 我都不會在燙火鍋了 沙子 OK 忙了一碗餐而已有沒有 讓我先試一下這鍋湯 這鍋是 豆子盲加排骨 有沒有 掉了一碗餐的湯 連鹽巴那個味精都沒有加 啥都沒有 今天也沒有雞精 它已經加了動物性蛋白了 我來給你 哇 它很鹹 而且是很舒服的那種鹹 不是很hose吧 試看看我的階梨 這個階梨怎麼樣 豆子很爛 酒好大 啊 出口好吃 哦 哇 哇 這鍋看得出 嗯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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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ee важ它一 一個 日非常淺 精華 新來了 哇 吹爽 � 很嫩喔 比上面嫩嗎?應該是 對,這個東西是非常牛的 好吃,餐廳又好吃 哇,就是這味 每個人大家都要試試看 哇,好嫩啊 好玩 來,燈醬又是趁口感 就沒有甜味了 這個巴基就像淡彈一樣 加上了我們燈鍋高湯煮下去 咻 放鬆吧 肚子 哎喲 歪掉了 來來來 這是我最大的 哇 哇 哇,這個 通過人是只能吃一個 多的就不要了 哇 噢 沒有解決味 沒有,你其實是不愛吃生蠔的 我超喜歡吃生蠔的 真的好 它這個生蠔的膏自己已經夠爽了 真的我覺得不用蘸醬 不要怕 大口吃,它就是膏 我們那邊沒有種好 真的 很純粹,滑口 很滑 有沒有感覺這個顏色現在很像我們北京吃的那鍋 收羞 收羞魚這鍋湯的白湯 哦,這個肉 好亮 滑下去 這鍋湯完蛋了 已經起焦了 已經起焦了 而且變奶白色了 嗯 哇,這大沙毛 是否一樣好吃 嫩不嫩 好吃 哦 我來 我來 沙毛 哇 太嫩了 迷迷迷 爽爽爽爽 這接下來的好吃 更有潤 更致命 它就是 你來一遇的那種氣感 哇 一定要這樣 太夠力了 哇 好久沒吃到大沙毛了 泡在湯裡面的味噌好吃 泡在湯裡面是太無敵了 我跟大家講 觀眾不拿 我聽到他先吃掉 OK 燉了 它這個魚子燉好吃嗎 可是肉很嫩很滑 怎麼會有這麼好吃呢 平時以前吃滿臉 都沒可能沙毛這麼好吃 第一間的沙毛有夠大 這促成率 這瓶 起碼是我們常見沙毛的三倍 你的市場都是這麼大 都是這麼大 那我甚至覺得說這滿臉 是不是用養的 養殖出來的 可是這明明就是野生魚 還是魚 所以晚上戰鬥之後呢 再看到其實我們還剩下了挺多的海鮮 是這樣呢 我跟大家再分享一個 關於海鮮保存的一個小妙刀吧 那比如說海鮮呢 蝦類啊這種東西 沒吃完怎麼辦 對不對 你千萬呢 不要把它這樣新鮮的放到保鮮灰裡面 它因為自身融解煤的那個影響呢 它會自己會分解自己的肉汁 這樣蝦會變成軟綿綿的 非常的難吃 一定要 那幹嘛呢 你來燙水你來煮掉它 煮掉它之後呢 你可以把煮熟的蝦蟹 再放到冰箱裡面 這樣子呢 你的冰箱裡面的蝦蟹 還會保持自然的鮮味 它的肉汁呢 還會非常的緊實 當然 你煮熟過的蝦蟹 放冰箱裡面呢 也不能存太多 為什麼我蝦要一隻一隻的燙 白煮這些蝦蟹這些東西的時候 水溫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隻快好了之後呢 你就下下一隻 這樣子你看 它的水溫呢 一直保持在沸騰的狀態下 你的蝦蟹呢 煮出來自然就是Q反 微微的有補起骨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給它拿起來了 你徹底的放涼之後 再放到冰箱裡面 當然呢 這些貝殼類的東西呢 它也是一樣 慢慢的 不過老王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就很嚮往說 有機會能夠直接 一路去車來到洋江來玩 你看一看 其實很多廣東的小伙伴 你知道洋江的海上 一定是出名的嘛 因為洋江還有個什麼東西呢 洋江這邊 海洪島 應該是國家為幾個自然 我們幾層 這邊的碼頭 超級的狀況 真是希望我們 這種外韓人也看過去 真不曉得明明這是怎麼 在那個 關頭的場面 找到真的覺得有帥氣 下一站 我們會去哪一個 大家又喜歡我們 其余哪里在跑一跑 我們的龍流連之旅 我們以後再拿一套角 感謝大家 收看我們這一期 不怕無畏的視頻 希望大家的電子特待 支持配的有夠滿意 那記得喔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 一定要用這個 三點雲的支持吧 結尾 我們就剩下兩個字了 想要